传说以前有那么一个巫婆 她住在阴阳两界交界处 她专门指使自己忠实的奴仆 诱拐小孩供自己食用 奴仆就是传说中的纳浮魔 是无情的伴鸟人 而这个女巫就是让人文放色变的雅家婆婆 一个妈妈在旁边慢慢的织婴儿袜子 慢慢的她觉得很困 缓缓的睡了过去 当她再次醒过来 发现屋里到处踩满红色的毛线 她缓缓的走向婴儿床 发现里面空空游眼 这个女人开始惊慌失措 到处寻找孩子的生意 突然一团毛线滚了过来 女人拿起地上的毛线 突然另一头用力一扯 另一边 叶格拿起手机一看 只见家里监控上到处布满毛线 妹妹坐在桌子上 突然监控视频一散 除了家具什么都没有 叶格意识到不对 赶紧回到家中 回到家后 叶格发现家里空无一人 赶紧跑到婴儿房里 只见妹妹独自躺在婴儿床上 一旁的小红问道 是不是监控坏掉了 叶格说这不是第一次了 小红提议要留下来陪叶格 就在这时 手机提示 他还有十分钟 叶格就要开始 另一边 树林身处一个男孩 突然翻起白眼 一旁的木屋 门开起了 数指小红叶格再次回到婴儿房里 他发现床上的妹妹 变成了一个玩偶 他听到声音来到客厅里 突然一个神秘的黑影 拾击了他 当他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他连忙跑到婴儿房里 发现里面关于妹妹的 一切东西都消失了 叶格看到一旁的照片 发现妹妹也突然从照片里消失 叶格为之一阵 赶紧跑到客厅里 告诉父母 妹妹不见了 随着父母像看神经病一样看着他 叶格跑到一旁 翻箱导柜 从橱柜里翻出了一个奶嘴 他赶紧把奶嘴拿给父母看 就在他打开手掌的瞬间 奶嘴就消失了 叶格大声折怪父母 你们那么快就忘记妹妹了 就像忘记我妈妈一样 父亲觉得叶格在发疯 把他拖在水池旁 往他脸上浇水 让他清醒清醒 随后就把他拖回房间 叶格见父亲和继母不相信自己 赶紧发短信向小红求救 小红收到短信后 更准备出去 妈妈拦住了他 叫他回去练琴 我请了钢琴老师不要钱吗 小红只能乖乖回去练琴 而陪在一旁的钢琴老师 正是之前叶格家的保姆 恋恋一会儿 小红再次走向妈妈 随时妈妈突然间变异 小红吓得往后躲 突然一只黑手抓住了他 叶格找了一堆布条 做成绳子从楼上逃了出来 他来到小红家 发现小红目光呆滞的走在街上 突然双眼翻起白眼 叶格试图叫醒小红 只见他嘴里说道 他会回来的 他会回来的 叶格不断的晃动 拍打小红 终于把他唤醒了 就在这时 两个男孩找到两人 四个人一起来到森林一处 破败的木屋前 偷偷的溜了进去 叶格先踩床底 突然一只小手抓住自己 叶格被吓了一跳 发现房子很不对劲 叶格赶紧把所有的伙伴叫了进来 叶格赶紧把所有的伙伴叫了进来 叶格赶紧发现墙上全是他们的照片 有人一直在跟踪监视他们 小红赶紧用手机准备报警 一旁的叶格几名不及他 屋外负责放放的叶格看到猎人回来 赶紧跑开了 另一边屋里的几人发现一张照片 上面的人正是叶格家的保姆 以及小红的音乐老师 突然有人开门进来 三人赶紧躲了起来 很快猎人就发现小红 危机关头三人合力把猎人绑了起来 质问他照片上的人是谁 猎人回答道 猎人还告诉三人 纳福摩通过电流进入城市里 一旦有孩子失踪 这位就会停电 被纳福摩抓走的孩子 只要他的亲人忘记他们 孩子就会消失 知道了所有事情原委 三人决定一起去找雅家婆婆的老巢 救回妹妹 随后就走进树林深处 来到那栋神秘的小屋 穿过一个巨大的壁炉 一道巨大的蓝光 把他们吸了进去 当他们醒过来之后 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店 叶格在树林里捡到一张照片 上面正是他们一家四口 叶格赶紧回到家中 发现父母行为很诡异 他们压根就看不到他 叶格赶紧去小红家里 发现小红被封印在墙上 身后想起一阵手机通知箱 叶格拿起一旁的手机 突然一个独眼机器人拾击了他 紧要关头 叶格砸碎了手机 机器人随之就消失了 小红从墙上掉了出来 另一边山上被突然出现了 把两人抓走 叶格和小红再次回到 猎人的墓屋里 从床边捡到了一个红色的袜子 掀开床单一看 一个诡异的小女孩爬了出来 小白正是猎人失踪多年的女儿 床底下还藏着叶格的妹妹 此时叶格两人的眼睛 也开始慢慢在变白 意味着他们正在被家人遗忘 突然小白预感到危险来临 三人赶紧躲在床底下 那也突然大声啼哭 眼看他们就要被半鸟人发现 小白赶紧跑到一边 敲响茶壶 瞬间他就被半鸟人抓走 叶格和小红抱着妹妹 赶紧回家找救人 另一边被抓回女巫巢 学着小白找到山少 跟他说赶紧的 趁着女巫吃饱了 我们赶紧逃跑 很快几人就在神秘木屋里相遇 四人赶紧爬进壁炉 准备回到现实世界 突然身后的小白 提着的蜡烛灭了 小白说了一句 随后就灰纷烟灭了 原来小白的父亲 被半鸟人袭击之后晕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过来 什么都不记得 他吹灭了蜡烛 小白就消失了 叶格抱着妹妹回到家中 发现家里空无一人 他看着手中的照片 发现自己也从照片中消失了 怀里的妹妹也变成了一个娃娃 小红的妈妈也不记得自己 继母出现自问眼前的叶格是谁 叶格递给继母一个红色的袜子 叫她不要忘记妹妹 随后三人重新聚在一起 决心去烧死女巫 他们来到猎人的墓屋里 重新点燃了蜡烛 看着眼前两尺的蜡烛 猎人重新想起了女儿小白 三人找到了女巫的巢穴 雅家婆婆变成了 叶格死去妈妈的样子 诱惑她 叶格识破了她的诡计 瞬间雅家婆婆变回真身 最后杀害叶格 最后叶格趁雅家婆婆不注意 点燃了照明弹 烧死了雅家婆婆 把女人随之就消失了 影片最后 三人炸掉神秘小屋 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电影圆满大结局 事后只能聚在一起 一起拍照留恋 突然声后响起一个声音 这是一部2020年俄罗斯最新恐怖电影 巴巴压嘎 临终恶魔 是根据俄罗斯民间传说改编的 几个小孩不为危险 追溯战胜可怕女巫 剧情类似小丑和婚 最终美术场景比较新颖 还是值得一看 好了 喜欢电影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关注评论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